好 各位同学 今天咱们继续习题班的学习 咱们进入到了第四章 审计抽样的学习 我们不同于在基础班的时候 我们先讲证据 讲底稿 然后再讲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讲审计抽样 我们到了习题班呢 就按照教材的顺序来给大家将相关的习题进行介绍 所以今天咱们就直接讲到第三章 进入到第四章 审计抽样 那么审计抽样这一章的内容 它的架构是什么 其实还比较清楚 在前边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主要介绍的是一些跟审计抽样有关的概念 虽然说它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但是确实是审计抽样这一章 在每年考试当中高频考点最集中的一部分内容 因为除了审计抽样这个基本概念之后 后边的内容就是讲审计抽样运用在控制测试 或者是细节测试当中 用它来说呢 在这两个环节的审计抽样的运用 也经常会有考察 但是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点更加的集中 就是就比如说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在确定总体的过程当中需要考虑的相关方面 等等等等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说第一节关于审计抽样 比如说抽样的概念 选样的方法 然后呢 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 对吧 样本的代表性指的是什么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 它们的这种区别 对吧 像这些基本概念的东西呢 确实在历年考试当中考的是非常之高频考点 所以呢 咱们要充分的关注 接下来咱们就来结合着每一个考点来做题 来巩固 首先第一个考点叫做 审计抽样的含义特征和适用性 审计抽样指的是 注册科技师对于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 从这个总体当中啊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就是说从这个总体中出来的是低于百分之百的 也就是说不能全部都抽出来 全部都抽出来的就不叫成样 一定是低于百分之百 那么抽出这些来呢 实施审计程序 而且呢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我们说在这里特别强调 审计抽样是要求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机会 就从这一点 他就不同于选取特定样本 对吧 特定样本就是 只是那些特定的特征的那些选出来 不符合这个特征就永远选不出来 对吧 而审计抽样的是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机会被选出来 但是我们要说一句 都有机会被选出来和被选出来的机会均等那不一样 我们说审计抽样只能达到是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机会被选出来 而且一定要有这个 对吧 但是并不要求说所有的抽样单元 被选出来的机会均等 比如说随意选样 他就机会不均等 对吧 那么说低于百分之百的这个呢 他就正好不同于选取全部的项目 对吧 那选取全部项目他就等于百分之百 所以这样来看 选取全部项目 选取特定项目 还有审计抽样 这三个实际上是在我们现实的选样当中 不同的三种类型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选取特定的这个项目 你只能是对那些特定的项目得出结论案 这些特定项目的结论 推不到整个的总体去 对吧 但是审计抽样呢 他却能够做到 你对选取出来这些样本 得出来结论呢 是可以推到总体去的 明白啊 那么首先在这里 其实就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点 就在于 我们要把审计抽样的含义特征知道 同样呢 也要把选样的这几种方法知道 各个方法之间的这种区别是什么 也要知道 那么再有呢 就是审计抽样的一个适用性 我们说在风险导向审计的各个环节当中 审计抽样的适用性也太要考察 我们在审计证据那一章的时候 谈到说 分析程序 在风险评估和报表总体符合必须用 在风险应对的实际性程序当中呢 是选用的 那么那个说的是说 能不能够该不该用 不是说能不能用 是该不该用 是是不是必须用 还是说可以用 对吧 而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则体现出审计抽样啊 在各个环节当中 适不适用 对吧 你比如说在风险评估阶段 我们说风险评估阶段 主要是了解 变成那位阶级环境 相应的这个报告辨识基础 内部控制的相关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往往设计不到 神级抽样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到了风险应对的时候 我们说控制测试的 这个时候抽样是 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我们有的可抽 用神级抽样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控制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 没的可抽 就用不了神级抽样 那么再有就是实质性程序啊 我们说实质性程序 包括了细节测试 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么细节测试呢 一般用神级抽样OK 但是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一般不适用神级抽样 来看相关的题目 2022年的一道多选题 建立各项中 属于神级抽样的 基本特征的有 来看啊 可以运用概率论 计量抽样风险 错了吧 我们说了 神级抽样当中 统计抽样 是用概率论 来计量抽样风险的 非统计抽样 就不能够定量量化 这个抽样风险 但是非统计抽样 是神级抽样吗 当然了 是吧 所以A就错了 它不属于它的基本特征 B呢 说对于 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 低于百分之一百的项目 来实施程序 C说所有的抽样单元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是对的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但是并没有说 机会均等 如果机会均等 那就错了 它就不属于基本特征 但是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是必须的 低于能说 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推断出有关总体的结论 这个是对的 而且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才能是审计抽样 所以这条题的BCD呢 它是正确的 那么通过这条题 我们就要要求大家掌握的 就是审计抽样的 这三个方面的特征 必须要记住 而且要知道 这三个方面 这样说是对的 如果换说法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其他那些说法 像什么机会 必须得均等啊 这就是不属于 基本特征的范畴 往往呢 也不对 再来看第二题 这是20年的一道单选题 这里有关 审计抽样的 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 Bow的是 那首先我们就要考虑 什么叫样本代表性 因为我们讲 审计抽样是从这个总体当中 抽一部分出来 我们在基础办 大家应该记得我画那个图啊 相对来说比较形象 要从总体中抽出一部分 来构成一个小样本 对吧 你想用样本实时程序 来推到总体去 那么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它没有代表性的话 你说它的结论 没有代表性 就代表不了整个总体 你说用抽它来有啥意义啊 对吧 所以这个样本的代表性 很重要 对不对 先理解到这个点 再来看 说A 样本代表性 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对吗 对不对 对的是吧 你如何选取样本 这个非常的重要 它与样本规模没有关系 但是与如何选样有关系 对吧 你比如说 看啊 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点 就把A和D都给它这个强调到了 是吧 你看啊 比如说这是这一年 1月2月3月等等等等 一直到12月 每一个月份都有相关的控制 比如说1月份有多少笔控制 2月份有多少笔控制 3月份有多少笔控制 那么如果核起来这一年一共有1万笔 我们看啊 两种选拥方法 第一种 我从这12个月当中 随机抽 1000笔出来 那么这样的随机抽 有可能是说 每一个月都有可能会抽到一些 对吧 第二种呢 我从这12个月当中 只抽10月份 11月份和12月份 为啥呢 我说因为10月11月12月啊 这三个月呢 是相对来说发生率很高的啊 比如说整个这1万笔当中 有7000笔都在这三个月当中 那我说我就从这三个月当中 我抽2500笔 你看这样的话 第一个样本规模 是不是小于第二个样本规模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 整个这1年的运行情况的话 你说是第一个更有代表性 还是第二个更有代表性 是不是第一个 对吧 因为第一个这种创造方法 这种选样的这个思路啊 它是从这1年当中来选 虽然它的规模比较小 但是呢 它是代表这1年的 这1年可能每一个月都有涉及到 对吧 但是第二种 虽然它的样本规模很大 但是呢 它只选了后边这三个月的 前面这9个月啊 就从来没有涉及到 是吧 所以你看 它跟样本规模相关吗 不相关 它跟如何选取样本是相关的 对吧 所以A是对的 D就是错的 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就选出D来了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看B 说样本代表性 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的单个项目相关 对 就说的是整个样本 对吧 你这1000个 而不是说某一个 你想一想 比如说 我们还是以这个举例啊 说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是舞弊的 对吧 只有一个舞弊 那你说单个项目是舞弊 你说 整个的这个样本 它只有一个是舞弊 你说它的代表性是说 哎 这一个舞弊 所以整个的样本都是舞弊吗 那不行 对吧 所以跟单个项目 这个不是跟单个项目相关的 是跟整个样本相关 哎 所以整个样本当中只有一个舞弊 1000个只有一个 剩下就999个都不是舞弊的 所以你说整个的样本的这种代表性 是不是还是要取决于整个样本的这个特点 而不是说某一个的特点 对不对 C呢 说样本代表性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确实是 它是一个率 就站就其实看上去了 是整个来看的 这个某一个这种比率的情况 所以道题错误的就是这个递选项 它跟样本的规模无关 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代表性呢 通常只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这块也举例了 比如说某一个错报是由舞弊 这种特定性质导致的 但是实际上的舞弊的次数只有一次 发生率极低 所以呢 这样一次的舞弊 并不能代表总个总体得出结论来 是吧 所以要看样本错误的这种发生的频率 是不是与总体的情况保持一致 还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比如说 错报的发生率越高的情况下 选取样本中发现错报的这种几率越大 这样的样本的代表性的总体情况呢 就越明显啊 就越具有样本 越具有代表性 明白了啊 所以这条题我们选D 通过这条题 我们要记住的是关于样本代表性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支持点 再来看第三题 那还是代表性 说关于审计抽样的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样本代表性 是指根据样本测试结果推断的错报 与总体错报完全相同 错了吧 比如说代表性不是要求它完全相同 这个很难的 是相似 对吧 就是这个并不是要求完全相同啊 是这个结果相似 所以A错了 B呢说 如果样本的选取是无偏向性的 该样本呢 通常就具有了代表性 样本选取无偏 具有代表性 这个是对的 对吧 现在说样本代表性 与样本规模无关 刚才我们说过了 与如何选样相关 与样本规模是无关的 对吧 B呢说样本代表性通常只与错报的发生率 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这个也是对的 刚刚我们也讲过 所以这两道题其实综合起来 对于样本的代表性这块 有了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认识 再来看第四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审计抽样基本特征的有 又回过去关于审计抽样基本特征 进行考察了 A对具有审计相关的总体中 低于100%的项目是审计程序 这个刚才我们做过 没问题 B呢说 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推断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样本的结果推断抽样总体的结论 没问题 C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没有问题 B呢说 可以基于某一特征 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来实施审计程序 错了吧 这是选取特定样本 这不属于审计抽样 对吧 所以这条题啊 选择的是A B和C 再来看第五题 有关选取测试项目方法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从某类交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检验 构成成绩抽样 构成吗 不构成 对吧 特定项目是叫做选取特定项目 它不属于审计抽样 并且说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时 应当使总体中的每一个项目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都有被选取机会 和特定项目 这显然是直接矛盾了 是吧 选取特定项目就本身就是选取那些符合某些特征的 而不是所有的都要被选 对吧 那每个都有被选取机会的话 这属于审计抽样 C 对全部的项目进行检查 更适合于细节测试 我们说这个是对的 对吧 就是控制测试的时候 没必要 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金额特别特别大 对吧 每一个你其实都有意义去查一查 要不然有一个不查 出了问题就是雷 所以呢 对于细节测试通常更适用于 这个全部项目去查 更适用于细节测试的时候 再来看地 审计抽样更适用于控制测试 我们说对于审计抽样而言 控制测试它是必须留下运行轨迹 如果没有运行轨迹的话 就不能用审计抽样 对吧 那么细节测试呢 它一般而言都适用 所以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俩没有说 谁比谁更适用审计抽样 审计抽样更适用于谁 如果说非得比的话 那可能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因为有些情况下 没留下运行轨迹就没有办法 在控制测试中 用于审计抽样 对吧 所以这两天我们选择的是C A 选取特定项目 与审计抽样 是属于两种不同的 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 B呢 说选取特定项目呢 不能保证每个项目 都有被选举的机会 D 审计抽样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对于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呢 则不适用审计抽样 再来看 下面一道单选题 下列于内部控制有关的审计的工作中 可以适用审计抽样的是 A 评价控制设计的合理性 这是对于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评价 这其实是在风险评估阶段 用不用是有选举的 不用 对吧 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这两个都属于了解内控阶段的事 都属于风险评估阶段要干的 所以通常不适用 因为你想控制制度设计合不合理 你就是看看这个制度的设计 你去评价一下 这里边有啥抽的这个环节了 没有 那么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有没有得到执行啊 一两个三四个可能就够了 你有抽样有啥意义呀 对吧 那么C呢 测试自动化应用控制的这个运行的有效性 自动化应用控制 自动化应用控制 我们说用审计抽样吗 自动化应用控制有一贯性特征 只要它的背后的一般控制是OK的 对吧 那么软件是合适的 版本是合适的 那么这个时候应用控制 我们可能测试少量的几个 它只要OK 那么一贯性的特征之下 那么别的运行也都OK 对吧 所以它也往往不用审计抽样 例如说 测试留下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这个呢 通常是可以使用审计抽样的 随着要提我们选择的是B选项 当控制留下运行轨迹时 注册快试可以考虑使用审计抽样 来实施控制测试 选项A和B呢 属于风险评估阶段 了解内控的内容所以不设计什么抽样 然后C呢 测试自动化应用控制的这个有效性 那么注册快试通常只需要测试信息技术一般控制 并从各类交易当中选取一笔或者几笔交易进行测试 就能够获取有关 这个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这个运行有效性的手机证据 此时呢 不需要使用什么抽样 当然呢 这个题是在19年的时候 这个考的题目 当时我们还叫这个应用控制 现在叫做信息处理控制 这块呢 我们没有改 但是呢 大家要清楚啊 这个地方如果今天再来考 说测试这种自动化应用控制 或者是测试这种 这个信息处理控制的话 自动化的这种控制的话 那么你要清楚 它其实是一个道理 就是测试它的运行有效性呢 一般也不涉及到这个审计抽样 再来看 18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列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宜使用审计抽样的有 A 风险评估程序 不用吧 对吧 B呢 说对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这个也不用吧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抽啥 对吧 现在说对信息技术应用控制的 运行有效性实施测试 信息技术应用控制 我们说信息技术的控制 一般来说 它有一贯性的特征 也没有必要去做抽样 不用那么多来 第一呢 说实质性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抽啥样 随照题 ABCD其实都属于 通常不宜使用审计抽样的 那么就这要题 你想一想 能不能给我举几个 通常使用审计抽样的呢 比如说细节测试 比如说测试 留下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 有效性 对吧 那像这些呢 往往就涉及到 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ABCD呢 是属于不宜使用的 那么咱们要错类旁通 同时要把这要题 ABCD四个 四个种情况 要理解 同学们 这种情况绝对不用背 绝对不用背 你背了反而可能 时间一长了就忘了 你一定要理解 为什么不宜使用 就跟它风险 评估 什么实质性分析程序 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没有必要去用审计抽样 也可能不太合适 抽不到 对吧 没得可抽 明白啊 这样的题咱们必须不背 你要是背的话 你时间长了就容易忘 就容易混 你必须要理解 如果这个题 你不理解的话 是不应该的 咱们要知道 有些是得背的 有些就是靠理解就OK了 而且必须得理解 这是基础的知识 OK 再来看第八题 2019年的一道多选题 先列各项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采用审计抽样的 有一样的 对吧 风险评估程序不用 控制测试 通常不用 但是控制测试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 不用 留下运行轨迹 都可以用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选 C 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个通常不用 D 系列测试 我们一般会用 所以这个B 它属于说 留下运行轨迹的 我们一般会用 对吧 尤其是人工控制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 一般不用 那么这个题杆说的是 通常不采用的话 说通常不采用 所以我们不能选 那么我们选的就是A和C 好 再来看 简答题 2018年 得以掉简答题 选了一部分来啊 说 假公司2017年度 发生了市场推广费 是2亿元 A注作快时 选取单笔金额 100万元以上的 合计1亿元的市场推广费呢 实施了细节测试 发现错报是250万元 那么采用比率法呢 推断市场推广费的 总体错报是500万元 那么 指出注作快时做法 是否恰当 不恰当呢 只要说明理由 那么相当于是说 市场推广费是2亿元 对吧 A注作快时 选取单笔金额 是100万元以上的 合计1亿元的市场推广费 实施了细节测试 就是从2亿元当中啊 选了1亿元来 那么从这1亿元当中呢 发现了250的错报 那么就推到2亿元 就是500了 它好像是对的呀 1亿 2亿 它的一半 250乘以2就是500 所以用比率法推断 推断这个市场推广费的 总体错报就是500万元 你听吧 这种推广是什么时候 是在审计抽样的时候 对吧 是在审计抽样的时候 样本推总体 用比率法 样本的多少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样本 错报的多少 乘以这个样本站 总体费端 这样的一个倍数 或者是几分之几 对吧 然后呢 再推到总体去 叫做推断的总体的错报 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是 这是适用于审计抽样 而像这道题当中 你说它是审计抽样 抽出来这1亿元 不是 它是什么 它是选取单笔 100万元以上的 这是很明显的 不属于审计抽样 而是叫做 选取特定的项目 因为低于100万元的 就永远没有 被抽到的机会 对吧 所以这1亿元 实际上是通过 选取特定项目来抽的 我们讲 选取特定项目的 那个结果 是推不回到总体去的 对吧 所以这250 就只是你那1亿元 是250 剩下那些 你说人家 剩下那1亿元 就是250吗 不能推 对吧 所以你不能从这250 推到说 明白吗 因为它不是审计抽样 它是选取特定项目 所以否 选取特定项目 不是审计抽样 不能由此推断总体 你看 这个题啊 真的 其实 过了那么多 那么实物的东西 但实际上 不就是在考你 判断它 这个过程 这种选样的方式 它是叫做 选取特定项目 不属于审计抽样吗 你能判断出来吗 同学们 这个非常的重要 咱们 其实审计考试的题目 就是你从这里边 提取出来 它的点在哪 它的问题在哪 这个很关键 再来看 下面第二个考点 叫做 抽样风险 与非抽样风险 我们说这个考点很重要 考试的时候 首先 抽样风险的 这两大分类 对吧 在细节测试 在控制测试当中 先来过渡 先来不足 无数物据 这些都首先属于抽样风险 那么对于它们 影响成绩效率 和影响成绩效果 怎么样去这种区分 很重要 这块一定不要被 记下来 理解下来 很重要啊 另外一个就是 非抽样风险 那非抽样风险呢 是指数字块 是由于任何 与抽样风险 无关的原因 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 其实这个往往取决于 比如说 程序设计不合理 这个偏差 定价 这个确定有问题啊 程序执行的不对啊 总体确定的有问题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导致了 错误的结论 这属于叫做 非抽样风险导致的 所以一个是抽样风险 一个是 这个 非抽样风险 这两个概念呢 咱们要搞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题 二二年的一道单选题说 下列有关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相较于影响 审计效率的抽样风险 这属快吃呢 更应当关注 影响审计效果的抽样风险 对吧 影响效率的 没关系啊 哪怕我们的效率低一点 但是不会有什么 导致 错误意见的这种情况 但是影响效果的 我们就会 很这个 担心了 你本来不应该信赖它 结果你孤独信赖了 你本来不应该接受它 你错误的接受了 那就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A是对的 B呢 审计程序设计不当 导致的风险属于 抽样风险 错了吧 这是非抽样风险啊 C 抽样风险是指 注册快吃根据 样本得出的结论 不同于 整个 对整个总体实施 与样本相同的 审计程序 得出结论的可能性 这个是对的 是吧 D呢 它说抽样风险 与样本规模是 反向变动的关系 你样本规模越大 你的抽样风险 是不是就越小啊 没问题 所以这个D也是对的 那么错误的 就是B选项 B呢 它相对来说 是属于叫做 非抽样风险的 而不是抽样风险 抽样风险 是由抽样延期的 与样本规模 和抽样的方法相关 而审计程序设计不到 属于非抽样风险 再来看第二题 2020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来有关 非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注册块是 未能适当的定义 误差会导致 非抽样风险 这个是对的 是吧 B呢 非抽样风险可以量化 错了吧 我们说 非抽样风险 是无法量化的 C非抽样风险 在所有的审计业务中 均存在 我们说 审计业务当中 只要有抽样 就会有抽样风险 对吧 但是非抽样风险呢 你在所有的业务当中 都会存在 那么D呢 说对总体中 所有的项目实施测试 则无法消除 非抽样风险 这个其实也是对的 是吧 我们说 对所有的项目 都实施测试 消除了抽样风险 因为这个时候 就没有抽样了 没有抽样就没有抽样风险 但是 即使对所有的项目 都实施测试 仍然可能得出错误结论来 这就属于 非抽样风险的范畴 对吧 所以呢 无法消除 这个就是对的 所以道题 错误的就是B选项啊 非抽样风险呢 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 虽然难以量化 非抽样风险 但是通过采取 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呢 对审计工作 进行适当的指导监督和复核 仔细设计审计程序 以及对审计实务的适当改进 都可以将 非抽样风险降至 可接受的事情 再来看18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 非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非抽样风险不能量化 这个是对的 是吧 我们说的不能量 B呢 非抽样风险影响审计风险 影响不影响 你就想东西吧 抽样风险影响审计风险 影响 对吧 非抽样风险影响不影响 当然影响了 你说你错误的定义了这个误差 定义了偏差的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 你错误定义的话 你就有可能都是错误决论了 就有可能会导致 你发表不恰当的意见 对吧 所以其实不管是抽样风险 还是非抽样风险 都是会影响到审计风险的 我们扩大样本规模降低的是 抽样风险 对吧 所以这个C不对 第一呢说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采取 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 来降低非抽样风险 这个是对的 你通过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 和程序的执行 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 比如说 你会定义错误的定义误差呢 这次别错误定义了 你选总体的时候 选这个总体确定的时候 你确定对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实施程序的时候 进行评价的时候 你评价对了 你质量管理到位了之后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改进 把这些问题给它 避免是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这些执行 是可以降低非抽样风险 随着要提 我们说错误的就是C选项 它扩大样本规模 降低的是抽样风险 你想想 对所有的都测 都不用抽样了 都有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这就是源于非抽样风险 随着要提错误的就是C选项 非抽样风险是 注册块是由于任何 与抽样风险无关的原因 而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 扩大样本规模 降低的是抽样风险 而非非抽样风险 再来看16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来有关 扩大过渡风险的说法 正确的是 A扩大过渡风险 影响什么效率 错了吧 扩大过渡影响的是什么 效果 对吧 B的说扩大过渡风险 属于非抽样风险 是属于抽样风险 对不对 C选项块是可以通过 扩大样本规模 降低扩大过渡风险 因为它是抽样风险 所以抽样风险 都是可以通过 扩大样本规模来降低的 那更何况 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来降低 新来过渡风险 没有问题 B的说 新来过渡风险 与控制测试和 系列测试均相关 错了吧 控制测试当中 是叫做新来过渡和新来不足 细节测试当中 叫做物兽和物拒 对不对 所以它不跟 细节测试相关 所以这要题 我们说正确的就是 这个C选项 新来过渡风险 影响审计效果 新来过渡风险 属于抽样风险 新来过渡风险 是指在控制测试中 使用审计抽样 导致的这个抽样风险 与细节测试无关 再来看第五题 16年的一道单选题 新来有关抽样风险的 说法中错误的是 A如果注册快适 对总体中的所有项目 都实施检查 就不存在抽样风险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全查了就没有抽样 就没有抽样风险了 B的说 在使用非统一抽样时 注册快适 可以对抽样风险 进行定性的评价和控制 这个是对的 是吧 我们讲统计抽样的时候 可以量化抽样风险 但是对于非统计抽样来说 我们则是 对抽样风险 可以进行定性的评价和控制 C 无论是控制测试 还是细节测试 注册快适师 都可通过扩大样本规模 来降低抽样风险 没错 抽样风险就是 你扩大样本规模 是可以降低的 没有问题 B的说 注册快适师 未能恰当的定义误差 将导致抽样风险 未能恰当定义误差 这是什么 这是带来的是 非抽样风险 对吧 所以这个D呢 它是错的 那么这要题 这个错的就是B选项 ABC呢 都是正确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B 统计抽样可以量化抽样风险 非统计抽样呢 对抽样风险 进行的是定性的这种评价和控制 没有问题 所以这要题选的是B选项 再来看15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除非注册快适 对总体中所有的样项目呢 都实施检查 否则存在抽样风险 这个是对的 只要有抽样就会存在 抽样风险 哪怕一半个 你对9999个都测了 那么最后那一个 就是跟这9999个不一样 那就是抽样风险的 对吧 B呢 说在使用统计抽样时 注册快适 可以准确的计量和控制抽样风险 这个是对的 因为这个统计抽样 就是可以量化抽样风险的 而且可以将它控制的 对不对 现在注册快适 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 来降低抽样风险 没错 规模越大 抽样风险会越小 对吧 B呢 控制测试中的抽样风险 包括物受风险和物据风险 错了吧 控制测试是什么 线来过渡 线来不足 细节测试是物受和物据 所以这个呢 它是错误的 那么这些错误的就是 递选项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就是一个关于抽样风险 在控制测试和系列测试当中 分类的一个考察 那来看14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会导致非抽样风险的是 A注册快适选择的总体 不适用于测试目标 这个会导致吧 对吧 B呢 说注册快适未能适当的定义误差 这个也是 C注册快适未能对总体 未对总体中的所有项目进行测试 这代表是什么 抽样风险 对吧 这不属于非抽样 这是抽样风险 D呢说注册快适未能适当的评价 审计发现的情况 这个也是对的 你看A、B、D都属于非抽样风险的范畴 抽奥底就是什么 就是注册快适可能由于经验不足 能力不够导致的 而C呢 没有全部都测 那带来的是抽样风险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C选项 再来看第八题 14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列有关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物受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影响的是审计的效果 错了吧 我们说 错误的接受了 那影响的是效果 但是信赖不足风险影响的是什么 是效率 对不对 B的说物受风险和信赖过度风险影响效果 这就对了 信赖过度 过度信赖了 本来不该信赖你信赖了 物受不该接受你 错误接受了 那就是影响效果了 对吧 物具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影响效率 这个是对的 物具风险和信赖过度风险影响效率 这个就错了 它影响的是效果 很简单吧 很简单 这就是多选题原题 你说这道题 谁要是丢了分是不是太可惜了 这个绝对是 得了分不是你的优势 但丢了分绝对成为你的劣势 因为大家都基本上会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同学们 要题考的是你的一个仔细程度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很清楚 哪些影响效果 哪些影响效率 但是做题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要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 和沉浸其中 这是这道题选择的是B和C 再来看 下面一道都选题 线列有关非撤氧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诸子快诗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行程序时 均可能产生非撤氧风险 这个是对的 错误的定义误差 定义总体 错误定义总体 错误定义偏差条件 错误的执行程序等等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非撤氧风险 对吧 B能说 诸子快诗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降低非撤氧风险 这个是对的 保持职业怀疑 合理的这种职业判断 这个质量管理程序的执行 非常有用 C 可以通过扩大药物规模来降低非撤氧风险 错了吧 这个老师这么说 不行 降低的是撤氧风险 D 诸子快诗可以通过加强对 审计项目成员的 项目组成员的这种监督和指导 来降低非撤氧风险 这个是对的 是吧 所以正确的是 A正确 B正确 还有D 也是正确的 C降低的是抽氧风险 再来看第三个考顶 叫做统计抽氧和非统计抽氧 下来看统计抽氧的特征 我们说它是 跟非统计抽氧非常显著的区别 就在于统计抽氧 第一 同时具备的条件一 随时 随机选取样本 第二呢 运用概率论来评价样本结果 包括计量抽氧风险 是同时具备的这两个特征 就属于统计抽氧 必须有同时具备啊 如果柱子快诗 严格按照原则 随机原则来选取样本 但是呢 相当于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却没有对样本 结果进行统计评估 或者是 基于非随机选样 进行统计评估 也就是说 前边是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不满足第二个条件 后边是呢 进行统计评估了吧 但是基于非随机选样 满足第二个条件 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 都不属于使用的统计抽氧 也就是说 统计抽氧的话呢 是严格必须要满足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叫做 这个统计抽氧 如果不同时具备 上述这两个条件的话 进行的这个抽氧方法呢 就叫做非统计抽氧 就是不同时具备 这些上述这两种特征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进行的这种抽氧呢 就叫做非统计抽氧 那么来看相关的题目 第一题是一道22年的单选题 说下列有关统计抽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统计抽氧应随机选取样本 没错对吧 要随机啊 B呢 说统计抽氧要求单个 样本项目符合统计要求 我们说 要求不要求单个 符合统计要求 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统计抽氧呢 对不对 C 只用统计抽氧不能控制抽氧风险 错了吧 我们说他可以计算和控制这个 定量化这个抽氧风险 必须同时能控制啊 第一呢 说统计抽氧能够客观的计量抽氧风险 这个是对的 所以要提错误的就是这个C选项 统计抽氧能够客观的计量抽氧风险 并通过调整样本规模呢 精确的控制抽氧风险 所以C说不能够控制抽氧风险 那就错了 再来看第二题 2021年的一道单选题 这类关于统计抽氧和非统计抽氧的 相同点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统计抽氧和非统计抽氧呢 都能客观的计量抽氧风险 错了吧 我们说只用统计抽氧可以客观的计量 非统计抽氧呢 不能客观计量 B能说统计抽氧和非统计抽氧 都难以量化非抽氧风险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不管是统计还是非统计抽氧 这个非抽氧风险呢 都是难以量化的 是吧 都不能量化 甚至于说 C呢统计抽氧和非统计抽氧 都需要这块职业判断 这个当然是了 都要职业判断哈 例如说如果设计得到 非统计抽氧能够提供于统计抽氧 同样有效的结果 这个是绝对对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要理解到位 你不要觉得说统计抽氧 能够量化抽氧风险 所以非统计抽氧就要低它一等 如果经验充足的 丰富的 设计得到的情况下呢 非统计抽氧 也同样能够得到 跟统计抽氧 一样有效的这种结果 所以这句话 递选项是对的 那么错误的呢 就是 统计抽氧是可以计量抽氧风险的 非统计抽氧 无法客观的计量抽氧风险 所以抽氧能计量 而且通过调整样本规模 能够精确的控制抽氧风险 再来看第三题 2017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统计抽氧特征的有 A 随机选取样本项目 随机选取样本项目 统计抽氧的特点没问题 对吧 并且说评价非抽氧风险 统计抽氧的特征当中 包括了这样一个评价非抽氧风险的 特征吗 不包括 C 用概率论评价样本结果 这个没问题 D 用概率论计量抽氧风险 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属于统计抽氧特征的 就是A C和D 评价非抽氧风险 它不属于统计抽氧的 基本特征的范畴 再来看2015年改变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抽氧方法中适用于 控制测试的是 A比例法 比例法 它是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在细节测试当中 对吧 那些传统变量抽氧方法当中的一个 D均值法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 还有差额法 这三个都是用于细节测试的 传统变量抽氧的 对不对 那么B货币单元抽氧 货币单元抽氧 虽然是运用属性抽氧的原理 但实际上是不是有这个金额 对吧 但是控制测试 它是一个属性的这种抽氧 所以呢 应该是选择C C 属性抽氧 适用于 这个 它关注的就是 某一设定控制的这种偏差率 测试这个设定控制偏差率 以知识数开始评价评估的这种控制几条性 所以它适用于控制测试 而像比率法呀 差额法呀 均值法呀 包括货币单元抽氧呢 它都是属于统计抽氧 在细节测试当中应用 那么 前面刚才说的 比率 差额 均值 都属于传统变量图样 它们都适用于细节测试 不适用于控制测试 好 这是这道题 再来看13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统计抽氧 和非统计抽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注色快试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并用直接判断 确定使用统计抽氧 还是非统计抽氧的方法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具体情况 这些判断 并说注色快试在统计抽氧 和非统计抽氧之间进行选择时 主要考虑成本效益 这句话也是对的 对吧 主要是基于成本效益的一个考虑 Z呢 非统计抽氧如果设计适当 也能够提供于统计抽氧方法 相同同样有效的结果 没问题 对吧 B 如果注色快试使用 非统计抽氧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考虑抽氧风险 这个一定是要所有的同学 都要引以为戒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说统计抽氧的时候 我们说 比如说总体偏差率 总体偏差率上限 我们通过统计抽氧 是可以算出来的 但是非统计抽氧没有办法算 没有办法算 你就不管这个抽氧风险吧 一定不是 就是不管是统计抽氧 还是非统计抽氧 都要考虑抽氧风险 只不过统计抽氧你可以量化 你可以从总体偏差率 到总体偏差率上限的 这样一个计算的过程 对吧 非统计抽氧呢 你没有办法量化 但是你在总体偏差率的基础上 你一定要考虑 加上抽氧风险那一部分 再来去 比如说 拿着总体偏差率 跟可忍偏差率去比 但是比的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要给这个可忍人 这个叫做抽氧风险 给他一部分这个空间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 不管统计抽氧 还是非统计抽氧 你都要考虑抽氧风险 只不过一个是可以量化 一个是无法量化 但是需要定性的去考虑进去 明白啊 所以即使是非统计抽氧 也必须要考虑抽氧风险 那错误的就是第一选项